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戴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点赞、分享和订阅 录节目的日子就是2021年5月15号 今天也要骂一下我自己 因为我又成为了乌鸦口 因为我之前说过台湾就是今早节目 可能会有另外一轮的19大爆发 结果新鲜滚热热的消息 其实就真的是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台湾大家知道本土疫情也算是继续爆发 不过想不到这么大事 刚刚台湾所谓的19指挥中心 公告了昨天新增的案例 是180本土例子 本土病例 也是首次呈现三位数 创台湾疫情新高 所谓的卫福部长 卫福部当然是商引号 这个部长陈时中 就紧急宣布双北防疫 境界由准第三级标准提升到第三级标准 双北当然指台北市和新北市 时间是即时期 即是5月15日至5月28日 两周的时间 民众外出时 一定要全程戴口罩 另外也有其他的措施 我说一说最新的措施是什么呢 根据他们官方的说法 到了现在的第三阶段 总共有五大措施要做 刚才说一说 外出全程必须佩戴口罩 第二 将停止室内五人以上 室外十人以上的聚会 第三 紧保留维持生活和秩序维持 和必要性服务 医疗及公务所需以外的 其余营业和公共场所 全部关闭 第四 营业及公共场所 要落实佩戴口罩和社交距离 第五 如果发生群聚的社区 指挥中心必要时 会执行快速围堵 民众需要配合病毒西茶 并且不可以任意离开围堵区 和停止所有聚会活动和停货 除了陈时中之外 也有所谓的行政院院长 行政院也是打上引号 就是蘇正唱 他说今天 刚才说的180例是本土的 5例是外来输入的 就是境外的 一些热区西茶阳性率是很高的 当然就是之前我们说的 曼华区 曼华区有什么 茶室群组 茶室群组 又号称老人店 老人店 不是只喝茶的 也有些 手都是不 手都是不时动一动的 当然有男有女 所以大家知道我说什么 老人店 曼华区就麻烦了 曼华区的阳性率 是3-10% 不等 还有这些地方都是相当的风险 这些地方都是 原本 液调的工作 就是做防倒的 必须有社区 就要加强自己的防疫概念 其实不是有社区 应该全部社区才行 还有必须提升境界等等的防控意识 只有这样的情况 才可以控制到这波的疫情 全台湾防疫方面有几点措施 刚才也说了 就是5点 另外我还要提醒一下 全台湾休闲娱乐场所都关闭了 还有就是全台湾的宗教制制场所 全部停止烧香 不烧香的话 其实等于不叫你去的了 还有就是官庙教会也落实实联制 就是你那些负责人一定可以随时联系到你的 还有当然社交距离 全国的中小学都是停止对外开放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移动 那这个陈时中说了一样东西 不是封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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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说三次 这样都不算是封城啊 是 那他就说 我们是叫移动管制 因为呢 因为呢 跟大马好似啊 我们叫这个行动管制令啊 哈哈哈 那其实呢 连续七日啊 都已经有这么多不明的过案了 所以呢 才这样做而已 那昨天呢 一些重点的区 那好像万华那样呢 万华就43例 那奴州呢 就4例 连这个这么远的宜兰都有一例 猜不到宜兰都有啊 就是这些比较乡胶的地方 我觉得呢 那其实呢 说回昨天生增的一个案1289 1289就是他们的编号 他们不是用人名 是用编号的 那编号是1289的 其实呢 就是住在高雄的 那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 就是案1229的女儿 那呢 曾经8号的时候呢 就回到他奴州的老家 探望他父母啦 那之后呢 今早我们都说过了 他呢 还搭这个 普优马号呢 127次列车 就回到高雄的 之后呢 那糟糕了 他是搭捷运的 捷运很多人 那再搭捷运呢 就到小港 之后呢 就走路回家 那由于他父母呢 就中了那招了 所以呢 他自己也是个好人来的 就主动通报 那他父母是什么呢 他父母就是悶报的 哦 就是之前狮子会事件的那个人兄了 哦 原来是你 那他女儿呢 就好很多的 那他那个女儿呢 也是昨天呢 就确诊了 不过 他确诊前呢 也都去过很多地方 就去过当地的 丹麦城 即是 外场应该是超市啦 据我的理解 还有就是 这个 健身室 哦 大件事了 所以呢 高雄呢 市的卫生局呢 也都紧急 啊 康列了245人 康列寄司 即是 叫自己要去 主动去找人去检测 啊 还有呢 再加隔来的 其中呢 131位呢 就是在健身室里面的 相关接触者 哦 不过呢 根据一些媒体报导呢 一名呢 叫做H先生的朋友就说呢 自己这三天呢 都是有去健身室的 的 虽然呢 啊 啊 没有跟这个 女士 即是 同一个教室里面做 韩律操 嗯 但是呢 依然被列为 这个康列对象 就是要 要检测的对象 其实都对的 你没有 你没有一起入教室 但是你始终同一个 健身室嘛 是吧 稳阵点好啊 是啊 不过呢 跟他同行的朋友 朋友的太太 表弟呢 很多人呢 没有收到政府的隔离通知啊 嗯 为什么不公平啊 哇 那其实这个 你真的要向你们的当局报道 报告应该这么说 读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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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事情真是严重 读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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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那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教练也工作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不将他们放入康列名单上呢 他就责疑这个卫生局 康列的标准不一致 如果是真的话 如果H先生是真的话 你真的要告法或者报告了 这些人H先生接触过的人 以及在健身房其他人 应该全部列入重点观察名单 我觉得H先生也坦诚 他说自己这几天都有跟女朋友有亲密的接触 大家知道我说了 他也很担心 如果自己确诊女朋友和女朋友的家人和同事怎么办呢 H先生也暴露了自己是单身的爸爸 这次突然之间被要求隔离 还要收到通知 他说如果乱走的话 拍拔招的话 就会重罚百万身台币 其实也对的 为大家好 为你好 而且他就说 现在只可以让他读小学四年班的女儿 给他前妻照顾 但是这样对他前妻也不是那么好 因为他前妻有个小手术 现在他小手术也要延期 也没办法 说句老实话 H先生是很不满的 他就说 哇 今次隔离十四日 要花两万一千元台币 入这个隔离的旅馆里面 和690元 彩检费 为什么市政府 一点帮助都没有 他还要和老板 预先支付这个薪水 才能够搞得到 是 那么凶的 那可能真的没 两万一千元台币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三分之二的人工来的 大马sir 尤其是他在南部 有点处促好 老友 有什么急事很大件 他就说 政府根本力强迫消费 其实都不是消费的 这些必须的 希望他们会做好一点 卫生局就是这样回应我 他说 康列名单的部分 是根据健身室业者提供的 会计系统 之后 就是经过稽查 就产生出来的 康列的原则 是确定个案入场前一个小时 进入健身室的民众 只要 确诊者前往的三天中 有一天符合 标准就会被康列的了 会再 不过呢 他说 会再去 看回这个CCTV 就是这个监控录像 就看一下 这位H先生说的 是不是有人 逃脱了 逃脱了这个康列名单 一旦是属实的话 一旦属实的话 你不要以为他会帮你付钱 虽然是政府知道了 不好意思 这个防疫旅馆的费用 也是自行处理 不过 不过 政府很多钱给你的 就会一天 补贴1000元新台币 这么说 14天 今晚14元 这么减 那也不是很多 7000 7000元新台币 OK 但是很难说 对于别人来说 很多人来说 都已经是 五分之一的工钱 没了两个星期工作时间 当你 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原来台湾15号的时候 就是今天 登场也是有一场 国中会考 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台媒就是说 那陈时中先生 14号的时候 已经是宣布了 就是昨天已经宣布了 一位考生是确诊的 但是 有人就说三名 那陈时中就说 现在确定了 只有一名 不是三名 这么说 所谓的台湾教育部 教育部当然商人好 就说 截止到昨晚11点为止 不好意思 刚才说错了 应该是 有人说三名 但是陈时中说一名 但是教育部 刚刚宣布了 是真的三名 不好意思 撤止到 昨晚深夜为止 其实 一共的确是三名 考生确诊的 另外还有 家居检疫的三人 家居隔离 也有109人 还有自主健康管理15人 一共130人 一共130人 就有126人 需要参加補考 那也好 所谓台湾教育部 教育部商人好 就说 已经通知了所有相关的考生 保考 保考 就会采取 这个 外加名额的方式 不会影响 考生的权益 如果考生 如果考试期间 真的拥有19 导致保考都没办法参加的话 将会采取专案处理 以确保学生就学权益 其实全台湾国中会考 全台湾总共有20万名考生 分别在18个考区 225个考场就认识 台湾当局也强调 会配合防疫工作 不会开放陪考 即是不会让家长在门外等 这些什么事情 这样的时候 真的不应该等 就算他不开放陪考 也不应该去 说句老实话 达马sir 其实你们 现在应该都在经历禁止 是吧 是的 我们在禁止 5月12日到6月7日 很多限制 那些没得堂食 没得跨州 没得跨沿 那些宗教场所 都是有限度开放的 但是经历过之前 我们这次是全国封城第三次的了 那就看回一些新闻 都很幸运 没有看到那些人 走去超市排长龙抢东西 大家都习惯了封城 可以这么说 没有去封抢物资 那些这样 因为觉得供应是可以的 还好的 忍耐一下 因为刚好 5月13日 刚好我们 是在乌鱼的开齋折 没错 也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大折日 很多拜访 很多群聚 也都有犯祭 嗯 其实 听闻新加坡 也不是那么好 听那些网友说 新加坡也是 因为 突然间 因为 差不多在 昨日 还是前日 突然间收紧了 他们的 防疫措施 5月16日 开始 直到6月13日 全部在家办公 嗯 就 哇 那你不是很久没有见过你的亲人 我多了两年 蛤 两年 是啊 2018年到现在 是啊 上次听闻你帮他搬家 是啊 真的有两年 真的有 哇 真的 唉 不过 我认识一些 这个JB的朋友 你知道JB是最近新加坡 那他们也都有 有亲友在新加坡做工 他说 那么近的距离 但是 就好像永远都去不到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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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JB的人每天就是 这个 就是这个 邮法的人呢 每天其实就是 早上就在 大马过新加坡 晚上就回家 睡觉 那现在 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去投靠 其实我认识的人 他是JB人 其实他在新加坡投靠了 亲友都年多 跟你的 情况差不多 很久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亲友 都是 你讲到新加坡 再说一件 对新加坡是好事 对大马是坏事 就是 他们封了城 两边的人民不可以自由来往 他们当地 因为他们 新加坡本地都有自己的连锁超市 他们的员工呢 今年 2021年 可以获得 16个月的花红 哇 那你想想 那16个月的花红是怎么来的呢 太辛苦了 做到一只 那样 不是 除了做到辛苦 都是一回事 是整个新加坡那些 去大马 由佛州消费那个消费额 因为出不了它嘛 有限制 有封城 所以他只可以留在新加坡那里消费 那个钱就是由大马 原本是大马 由佛州那边的零售业 旅游业那里赚的 现在就转给新加坡本地的连锁超市赚了 16个月 哦 难怪 其实我们这里超市的股价都涨了很多 因为大家都没什么做 只可以超市到买些生活必需品 哎真是 哎 很无奈 不过希望快快快快快过去啦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